在荃灣,最近有記者在那邊放蛇,做調查 就是河貝佳,近日發現大量疑似性工作者 我們俗稱是企佳 大家知道企佳,我們之前討論過 企佳是不行的,是犯法的 如果他勾引你的時候,問你去不去啊 喂,500元,通哥也不行 引人作不道德行為 記者在沿途見到,至少有7名的企佳 他們的衣著,我想兩位大哥一看見就看到 我們之前說,怎樣知道他是警察 他很不專心,又好像很專心做一件事 怎樣才知道他是企佳呢,兩位大哥 通哥差不多黑盤眼,聞到一股味都知道 這麼大股沙威龍味,一定是 因為他們經常要洗澡之類的 如果看外表,都是很不集中精神地做一些很集中的事 其實都是一樣的 很不專心地看著你 通常是很不專心地在這裡耍手弄枝之類的 還有補充性寫好,他本身是有線電視的開電視 裡面一個節目類似東張西望的一線搜查 這陣子很紅,有些主播都是由大台那邊過去做的 那些主播都很大的 穿過衣服,還有林希寧 林希寧,他是在TVB過去的 之前在星島激西都出位的 什麼蟑螂屋,有行公義 保安婆,壓樓,很猛 01就複述這個節目的內容 然後他們看到那些企街,當然他們的衣著肌很性感 有些黑色的透視,粉紅的小短紋 以前的街坊說,通常那些企街 我們有時候看到那些都是晚上會出門的 現在是日後 日後都照殺,你知道,你入伯起床最神操 現在你又怕出門 你又怕出門會演繹,現在是晚幾個小時 那些企街說以前是神操的跑步 現在是米濟,一下來見到,又上樓,然後立即在那裡神操 剛剛喝完早茶,吃完排骨飯,充滿小體力 突然間有些反應,看到姐姐,耍手弄枝 弟弟,怎麼樣,OK,弟弟說OK,就去吧 我喝完排骨飯,喝完一杯葡萄,弟弟起單槓 有些咖啡因,直播黃龍 下面有點興趣,剛剛政府派了生果金 有三千多元,OK,就拿五百元去了 尷尬的位置,因為他附近有一間學校 怕有些小朋友經過,就看到那些女士 但我自己又覺得中學生 甚至乎,我不知道他是小學還是中學 見到這些應該就不懂得分 他純粹可能只不過是覺得一個 姐姐站在那裡等人 你知道平時我們出街,其實有很多穿得很sexy 除非他是通哥,蔡先生,十幾歲已經在工作 不然他們沒有這個概念 他不會知道什麼一樓一,什麼企家 好像見到一個中山,是不是上樓的 不會的,中山怎麼吃 現在香港那些年輕人全部有上網的 網站那些說的內容 我們衰小的都有黃賭毒 他們上網,你記得我之前說過有個小孩十四歲 去叫雞嗎 不是叫雞,是想爬上一位姐姐 香港那些姓祖屬都很重要 他們不會像以前那樣唱SUNNY哥哥跳飛機 電腦開門跳飛機,不會的 一來就說,今晚方也不夜啊 叫雞好過莫大壁 這樣嘛 他們那些很熟 真的很擔心 所以有些街坊就說好像不是那麼好 做得那麼洋 也有其他去買菜 尤其是大叔很擔心 他怕被人誤會 所以都快一步 摔下頭就不要說 我真的是街坊來的 有家室那些比較避忌 阿通那些,如果是剛好那天放假 他又單身寡老 一探苦悅都要了 神經病,不要生我了,走吧 說那麼多,叫什麼講經就來了 也很害怕 Merry,不是說了 我多事 那天我經過在荃灣 看見你老公 跟著一個穿得很性感的女士 在那裡聊天 上樓 但可能她老公說不是啊 我去買菜,老婆 我買菜那天不關我自己 她勾引我的 哪有人賣菜那天會穿成這樣 不要裝模作樣 還不是你勾引人 買了一個大青瓜 我只是跟Merry有路 那是不是代表他們搬了舊 原本可能是元朗搬出來荃灣 荃灣本身也有的 我那裡真的不上去說了 廟街、佐敦、上海街 你那裡是基地 基地可以這麼說 跟著深水埗一拉過去 有些就直接轉了牌頭 我們做了一間非法舖 以前六十年代 深圳七十年代改革開放的發營屋 幫你剃毛 八九十年代就在那裡 於是荃灣其實區區都有 很討厭 都是錢頭髮 可能去那裡比較浪費 近學校 近民心 比較差 像Viu之前有一個節目 僅有一間在你左近 但是它的分別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我剛才說的 是很不衛生的 因為他們不是一流一 我們這裡你當它是快餐店 上到去 有一個記者 工作人員 扮放蛇 扮放蛇 一到床上的聖服務者就跟他說 躺下 走 然後他有經驗 他問得出這個問題 其實就是他有經驗 他說不用先洗澡嗎 是正常的 你怎麼認識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放蛇 那些戲都是這樣的 教育問你先洗不洗澡 以前上去就說先生你先洗澡 沒錯 但是他沒有喊聞 他說到這裡就完了 不知道有沒有完成服務 這個不行 兩顆星 不知道他有多深入 現在改了 基本上一上去 連糧也不叫你洗澡 這間是 會不會是因為劏房 他們沒有自己私家廁所 根本單位太多 又或者他不能獨立 充到糧 而且也是時間關係 他快要找另一個 所以很快要搞定 也不奇怪 但是大家幻想一下 那個場面 現在每天出道街 三十多 就是四十度 哇 這麼熱 出汗 下面的春袋 哇 臭到 你知道汗很臭 是不是 剛剛上一首 阿伯 絕了這邊 你絕一下左邊 這邊沒絕過 來啊來啊 兩個就不衝了 兩次 對呀 嘩 你口水 阿伯 你很臭 那你可以為了安全 不用了 我解決就可以了 衣服我都不用脫 不用了 總之 把我弟弟適當釋放出來 你自己幫我搞定就行了 穿著衣服 那很不划 有什麼不划 五百多人就只幫你打飛機 那你吃東西也是的 那你去那些店鋪 如果沒有椅子坐的 當然便宜一點 如果又有客人 又有附伺服務費便宜一點 你不要碰我 我又不碰你 行行行 總共說你們不要誤會了他 其實他們不吹鐘 他們不是真的這麼快 吹鐘你都說得到 你很專業 這句名字 你聽就知道你 不是我聽總共說多 你以為真是特軍 不簡單 但我真的想說一個問題 因為這個報道 他沒有說他的收費是多少 例如說你快餐店有快餐店收費 你酒店有酒店收費 你快餐通常便宜一點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說 因為快餐店又不沖 一來就躺下 那會不會收費便宜一點 我又不知道 這篇報道沒有說 我想他Serve那些8早上 一定是早上歡樂早場 歡樂早場很便宜 50元 50元又沒那麼大 做到交不到 我想回到8月左右 兩塊水內 真的兩塊水內 這些不沖量 那些8收費便宜一點 真的兩塊水 好像說兩塊水貴 又沒有糧沖 那些8你要幫他 做了一大餐 不是就是要起 都是要半個小時 你又要找葉劉來的 那些東西 那時候都說 大家經常說笑話 我常去街 布蘭街經常說 那時候都說 這些是比較不洗澡 比較骯髒 就地正化 很便宜的 那些8不介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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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公共屋村的後樓梯 那些不知什麼外籍人士 有什麼都好 然後站在暗角那裡 然後拉開褲簾 幫你搞定 他就收錢了 有些上台 8不做的 可能除了一盆假牙 還是重要部位的 好 你放一盆 不過我可以先拿著 我想碎一盆 你碎了我的牌架 哎呀伯伯你這麼多口水 不好意思 我憑假牙進入裡面了 我拿回憑假牙 你幹嘛用手進來 我找回牌架 我拿回牌架 脫了一隻 我憑假牙都放進裡面了 你等等 我換個眼鏡 我換個老花眼鏡 哎呀進去 我前面看不到 好像下大雨 一塊雲都看不到 我要找到一塊雲來看 啊清楚了 哎呀 這樣就搞半個小時了 爸你幹嘛用指甲鉗出來 我為什麼要把手指甲剪掉 你不要這麼過份 我給你10元 等我換個眼鏡 這樣 老實說 我不是什麼道德高牆 你喜歡去搞東西 隨便搞 但是 這種真的有少少 接受不到 有少少骯髒 這些糧都不充 還要大熱天使 還有 不只 你想想那張床單 那部床 他會不會跟你換 說明 所以我建議不要脫衣 你起碼自己這套衣服 站在那裡 你想想脫衣服 以為 一於吃個全餐 又脫衣又洗澡 乾乾淨淨才來 他們沒有的 你搭上去 既然是這樣的話 你去醫院就會換衣服 你去街邊的診所 穿回自己這套衣服 幫你做手術 你剝牙也是 剝牙那些會不會叫你換衣服 不會的 你放下旁邊的燈照著 然後啪 就拔掉了 差不多 Merry 為何有隻蜘蛛在那裡 誒 上到床 可能立即撥走 蟑螂 有蜘蛛叫好了 你發覺蜘蛛死了才會害怕 死蟑螂死老鼠在旁邊 蜘蛛出名是很難死的東西 居然在你的床裡死了 嘩 他搞不定 我想你的床真的很毒 旁邊還有一個墨記前日的包 蜘蛛還在床邊 枕頭底 嘩 傻傻又爬牙是誰的 上手剩下的 對啦 陳伯睡了幾天了 一躺著臭氣 嘩 又有個眼鏡 都是剛才的阿伯 不是呀 最怕是阿伯滑彎下電 嘩 為何硬的 嘩 那個假牙 哎呀 原來在這裏 拿出來 昨天阿陳仔說 留在這裏 你拿出來 我兒子過去洗洗他 嘩 其實不單止流鷹這些架局 有些卡拉OK夜總會 即是世牆那些 旺角的世牆那些都是這樣 粥地蒸發的 生湯 生湯即時跟你在這裏攪拌 即是關上道門 拉上道簾 那些價錢牌放在那裏 就放著玻璃鎖在道門 就走你了 打開全部價錢牌 哪有糧蔥的 那些不脫衣服的 不脫衣服的 那你那些摸一下 通常用濕紙巾給你清一清 啊過來呀 阿王仔 你勢力一點 好敏感 你不要 啊 好大力 小小 不要打 不用打了 已經出來了 你噴這麼多火酒做什麼呀 你會做嘛 最慘的是客人又在吃煙 他在噴火酒幫你燒到 剛剛掉了之外 碰 這樣著火 不用做了 已經出了火了 卡拉OK也還好 因為卡拉OK感覺上 那個地方都叫乾淨一點 你以為呢 那些沙瓦你不要打開啊 是啊 你拿燈照一照 你會發現有東西要動的 大佬 大佬 很多蟲蟲 那些蟲蟲在那裡 自己在那裡 還沒死啊 那些蟲蟲在那裡 還沒死啊 那些蟲蟲在那裡 還沒死啊 還沒死啊 放我進去 那些蟲蟲還在找地方 為什麼不對勁呢 我們應該爬去一個方向 找不到那個方向 那些師兄跟我說 應該是很黑的 那條隧道 為什麼出來的 那裡這麼光亮的 那些紫燈在那裡 你不要以為卡拉OK的 不過應該正宗那些會乾淨一點 因為現在那些批 可以說是時代變了 以前我們的年代 八九十年代 就流行馬藍 即是客人上去 即是馬虎大上去 對啦 嫖客上去 開了一門 有單位坐在那裡 有個keeper keeper 通常都是引君子 用來頂罪的 於是就打了馬 叫許智安 對 叫許智安帶上來 對 馬虎帶上來 讓你選擇 選完就進房間 房間裡有獨立的單位 可以洗澡 可以鋪床單 可以用濕紙巾 可以用毛巾 當然不會抹 那就搞定了 立即搞定 出去外面的櫃米 付錢 三百六 三百六 二百八 就二百八 那就搞定了 當然啦 通哥去查牌 查牌做不少這些案子 通哥是負入放蛇 通哥經常說 他說他最支持環保 不要催加二十元 二十元 你現在知道通哥為何不弄警察 就是當時放蛇 他撞了嗎 放多了 真的放一條狼出來 阿Sir你不告訴我 去到哪裡 就叫 我做了全都 然後立即 遺規 這個記者也是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做成套 你也知道 他都進去 別人都叫你躺下 他不會說 不用了 我給錢 我走了 可能他完整件事 原來是這樣的 不過也是悲哥 我可以說 什麼蓋檔的時候 什麼數 五十多歲 五十九六十五歲 我想這班 做伯伯生意的 都年紀不小 年紀不小 一百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